2012年北韓成功发射远距离火箭 当时北韓政府邀请科学家到平壤 其中到访的一家餐厅就是狗肉料理店 当地人爱吃狗肉甚至举办过狗肉料理大赛 汤品炖排骨或是香喷喷的腿肉 一整桌餐点看得让人母不转睛 虽然同在朝鲜半岛南韩法规禁止贩售食用狗肉 但北韩依旧持续推广相关料理 今年7月也举办了狗肉料理大赛 评审试吃还会做笔记相当严谨 甚至会颁发奖杯给厨师以资鼓励 在北韩狗肉被称为甜肉 内脏也会被拿来食用 因为巨高营养价值 常被北韩人拿来补身体用 但也有分析认为北韩因为缺少牛猪才会开始使用较为常见的狗肉 但不管如何北韩首救大胆狗肉特殊餐厅奇景依旧让外界大开眼界 多少 bites utz岳然画的匿合 凶手